我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熟练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烫到自己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好了,夹好一边了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就是会比这边的要漂亮很多 然后也有弧度,也有蓬松度 头发的触感也非常的好 然后夹这边 所以每天这么我自己给自己夹的话 速度是很快的 我说五分钟可能都有点多了 自己一般在家搞的话 就大概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通常先把两边先夹好 然后后面先不管它先 然后两边夹好的就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想要卷一点可以在下面再卷一下 如果不要的话就可以轻轻的 看你想要下面的弧度有多弯 多弯,你可以自己掌握 后面的头发呢,我通常都是上处里 就是把后面一左拿起来 然后用GSD这么带住 这样子的话确保后面的头发也是有蓬松感的 不然只夹两边就是后面是塌着就不好看了 这样子夹一下的话后面的蓬松感也会变得很好 是吧 然后用完了之后呢 就把它